做功课时 意念长生习 邪知邪见 欲想降服 念头越多 请问应该怎么办 这些念头是否有罪过 念头是真有罪过 这个邪知邪念是真有罪过 怎么办呢 你不要去降服 你越降服它就越多 因为你降服是个妄念 妄念不能制服妄念 这个道理要懂 用什么方法制服妄念 用正念 那什么是正念呢 念佛就是最好的正念 我只念佛 不想妄念 念佛的时候妄念起来的时候 妄念随它起来 不要理会 一直念佛妄念渐渐就少了 开头我念佛妄念很多 妄念习气 重 力量很强 我这句佛号压不住它 压不住不怕 时间久了自然就压住 压不住你怕它 你要享用别的方法 那好了它的力量越来越大 那你念佛的力量越来越弱 对错误 就是一定专心在念佛 再去求三宝加持 求佛菩萨加持 认真好好去念佛 好好去读经 就是一致集中的力量 不要让它分散 这样就好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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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